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Active Hunter 我們現在用的是免安裝版本 所以剛剛像剛剛的情形 你在上面直接解壓縮就OK了 解壓縮完我們進來這邊直接執行它 知道為什麼重講一次嗎 因為剛剛沒有錄影 好 那你進來之後應該就是中文的 而且是所謂的正體中文 那如果你用的是安裝版本 它本身有提供所謂的簡體中文而已 所以我先跟各位講一下 你選擇用安裝或免安裝都沒關係 就是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發現這裡 之前沒有這個 有簡體中文 有香港的 還有哪裡 新加坡的 這是哪裡 啊 澳門 這是澳門 反正還是跟我們的有點不一樣 所以我就只是把它語系再放進去這樣子而已 OK 好 那你切換完語系之後 它會直接就變正確的 那你打開這個畫面之後呢 我們先介紹一下Active Hunter 它本身事實上它有付費的部分 也有免費的部分 那一般的軟體 大家如果用免費的 應該就是講所謂的試用版 請問會不會有使用期限的限制 大多數是用使用期限去做限制 那他們家不大一樣 他們家付費跟免費是同一個版本 就所有功能你都可以用 所有功能都可以用 但是會在哪裡不同 輸出的時候 今天如果你待會做完之後輸出 假設你要用到的是付費的功能 它不會不讓你輸出 只是它在付費功能在右上角 畫面的右上角會增加一個Logo在那裡 右上還左上 就是這樣子而已 也沒有時間限制 這樣瞭解嗎 那我們一般來講 我們教學上主要會用到是影片的部分 影片的部分 那這部分是屬於完全免費的 也就是說你免費版直接用就直接輸出 沒有任何的浮水印之類的 這樣OK 好那它付費的話買 這是澳洲的軟體 澳洲軟體它好像是一萬多塊 但是其實功能是蠻不錯 反正我們用免費就夠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先從這邊 你看這裡有幾個方式 一個是興建補貨 一個叫興建工程 那麼如果你要直接錄影的 它有錄影的功能 好有錄影功能 那另外一個就是建一個新的 那一般來講 剛開始大家 我先問一下各位同學好了 你們現在有上過的老師的上課的方法 大部分老師教材都用什麼方式呈現比較多 你們平常老師上課的話 他的教材的部分用什麼方式呈現比較多 好像都是用拋論比較多對不對 對嘛 會不會就給你一篇paper 然後你們家回去一趟 那個是碩士班或博士班才會有的事情嗎 現在大學部不流行這一套 因為沒有用 哈哈哈哈 糟糕 不是啊 不是啊 因為現在要叫大家回去預習 事實上是很難啦 對吧 除非老師不只利誘還要威脅嘛 才會有效果 但事實上老師很累 所以這裡呢 我們讓各位做一個方式 也就是你可以直接把簡報匯進來 這樣有沒有比較簡單 匯進來之後 欸我就看要做錄影還是要做講解 我問一下 順便問一下各位 老師在簡報裡面 你們看過老師在上課 有沒有老師在簡報裡面放影片的 有 有沒有 有 但是比例上應該不高吧 大部分都直接去網站上 或者是直接打開給你看 是不是比較快 為什麼 因為在裡面效率比較差嘛 又比較麻煩 你要放大縮小啊 什麼比較不方便 那我們在這邊呢 其實就相對容易的多 相對容易的多 我們來試看看喔 來你看我按一個新建工程 好按了之後呢 首先你先來這邊選擇 我們左手邊也沒有好幾種方式 一種是所謂的補貨 就是直接我按了就開始錄影 錄影之後變成叫產 這是一種方法 那有沒有看到導入PowerPoint 在這邊 你只要告訴他你的PowerPoint 等一下你的PowerPoint放在哪裡 另外還有一種方法是直接 用圖片的 我就幾張圖進來 然後來做講解 這樣也可以 或者是完全空白的 好像PowerPoint一樣 完全空白的 你自己在做都OK 那我們先從PowerPoint這個地方 好 第一個工程就是你專案的名稱 好 然後你想要把它放在哪裡 基本上呢 會建議各位就是放在一個資料夾裡面 放在一個資料夾裡面 這樣你要保存比較容易 好 我就放在這個裡面 點進去 儲存 重點來了 請問他就問你 你的PowerPoint在哪邊 有沒有 那一個原則 如果你要用這種方法的話 請記得 因為有些人 他喜歡在PowerPoint裡面做動畫 有沒有 很抱歉那個不會跪進來 他就好像幫你拍照一樣 所以你要比較單純的 就是一盡量的畫面就馬上出來的 就是簡報 你不要還有那些動畫的 那些要取消這樣 不然的話進來就是空白一篇 就空白一篇 那各位手邊有沒有一些簡報檔案 有嗎 沒有 沒有請來這裡 你看我都幫你準備好 有看到嗎 當然你網路上也可以找 能夠拿自己的是最好 你可以從這邊先下載一個 我就從這裡我看一下 你按右上角這裡 進來之後右上角 有沒有一個下載 這樣就可以把這個 一小時完成式的下載下來 知道什麼叫一小時完成式嗎 這個是 4到80歲都可以 哈哈哈哈 好了 今天不是要講這個 所以我們就不講他 那你找到他有沒有 你先確認一下下載之後 一般會放在下載這個位置 那你把它放到你比較熟悉的地方 你待會比較好找 好我現在進來囉 我來找到他 點到他開啟 那這個時候你按確定了 他就會開始問你啦 請問你要會拿幾張投影片進來 你要會拿幾張投影片進來 有沒有 我們就先挑八張進來就好了 好 確定 這時候呢你就會發現用這個軟體 一個很大好處 請問你有沒有學過PowerPoint 沒有的 應該不會留在這裡對不對 你不覺得看起來好像有點像嗎 左手邊呢 有沒有覺得有點像PowerPoint的感覺 這一套軟體最大好處是你的學習 是以PowerPoint為基礎 所以其實學起來不錯啦 那我先等各位一下囉 但這裡 輛 三棒 十二位 運û